那我們今天是進入到一個新的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涉及到事實跟證據的整理模式 還有整個審判程序的運作 其實下面這個章節主要是告訴各位 就是讓你們清楚 整個民事審判的流程大概是什麼 那從程序的一開始到程序的結束 那我們必須要注意哪一些事項 這些是一個SOP的流程 那你問我說為什麼一定要走這個SOP 其實主要就是為了要讓審判更加的精實 讓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不要進入到訴訟裡面來做無謂的增值 把這個重心去無存精之後 做一個充分的審理 就是我們民事訴訟法在這個環節裡面 要討論的事項 那所以呢 各位同學一直非常熟悉的事情 就是整點整理這個單元 其實整點整理啊 主要是耶 落實啊這個審理喔 建構金字塔型的訴訟型態 當然啦透過這種整點整理程序啊 所劃定出來的整點範圍 讓當事人集中在這個部分來做工房喔 因為訴訟的資料 還有審理的重心是由當事人來抉擇 或者是由法院協同當事人來特定 所以在這個證據還有事實 還有訴訟課題的取捨上 所得出來的判決結果 當然這個當事人呢是更加的能夠去相信 接受信服這個裁判 那就可以減少上訴 或者是再審這種機會的發生 那甚至於說啊 我們課語他一定程度的制裁效果 就是啊我們的實權效 在整點整理過後劃定出來的真點 如果又產生後發性的真點 那這種後發性的工房跟真點 他應該就要受到遮斷 不能夠再提出 避免說啊這個審理 會繼續雜亂無章 或者是審理的範圍逐漸擴大 導致啊模糊整個訴訟的焦點 因此呢我們在這個 真點整理的一個概念上 其實有三個很重要的理念 第一個就是適時提出主意 再來第二個就是建構在 施權效的制裁結果 那下一個問題是 從適當時期提出攻擊防禦 沒有遵照這個行為規範 為什麼會產生施權的效果 那這中間必須要透過什麼樣的概念 來去操作就是我們的 真點整理程序 藉由法院還有當事人 共同來產生真實跟不真實事項 那進而 在這三個環節裡面 我們來建構 或來理解這個單元 因為呢 我們講事實提出啊 事實提出 事實提出這邊講的適當時期 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 會衍生出來的效果就是施權 那這個施權效 它的規範有很多 第一個總則性的規範 就是一般性的訴訟促進 規定在196條 還有個別化的訴訟促進 個別化的訴訟促進 例如說 這個 444之1 上訴啊 要提出上訴理由 沒有提出上訴理由 命他提出說明 也不說明 那當然 對於上訴理由 就會發生 這個工房的施權結果 那或者是說啊 準備程序 已經 這個 準備終結了 但 當事人 又還針對 準備程序 中 沒有提出的 攻擊防禦 又再加以提出 規定在276 或者是 當事人書狀先行 交換到一定程度 針點就已經逐漸形成 沒想到 在針點 行程之後 又再提出新的工房 這個 這個 268-1 還有268-2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 276 268-1 還有 這個 針點簡化協議 376-1 的樣子 376 還是376-1 各位同學 再翻一下條文 就是說兩兆啊 針點已經透過 這個意思表示啊 來核置 限定在 做成啊 這個協議 針點簡化協議 後 又再提出 這個 協議外的新工房 那到底有沒有生 施權的效果 所以我們是透過 一般化的施權 還有個別化的施權 讓攻擊防禦呢 讓他喪失提出的這種作用 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要落實這個 適當時期 適當時期是一個抽象的 不確定的 是沒有辦法具體理解的 法律概念 所以 這一個 事實提出的 適當時期 我們就必須要透過一個 正當的機制 來把它具體化 那怎麼樣具體化呢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針點整理程序 我們透過針點整理的這個方法 讓這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可以落實具體特定 當然他的行為規範 就逐漸的明確 明朗 可以預測 所以當事人 透過針點整理後 既然已經可以 預測不利益的結果 又還在提出新工房的話 我們就 給他施權的制裁 才有辦法 讓審理更加的精簡 落實快速 才不會一個案子就審好久 其實重點不是審的久不久 針點整理程序 有可能給你整理個 十庭二十庭都有可能 尤其是那種超大型案件 這個一個案子 就開了好幾十庭這樣子 也是有可能 所以重點不是在 針點整理重點不是在開庭 有開多久的問題 不是看你多久結案 從你起訴到判決多久結案 不是 因為我們跟美國是不一樣的 美國是採取那個 美國是 美國的那種集中審理是 例如說限定一個 一個時期 一個月或兩個月 就把這個案子收掉 但我們並不是 我們是採取 針點式的集中審理 所以對於審判的重心 是落實在針點 那當然 就對時期並沒有很具體 或明確的要求 那你說老師啊 既然針點整理就是要落實 那個 事實提出讓程序可以有效率的進行 那為什麼又講跟時間沒有關係 其實應該這樣理解 我們針點整理程序是要讓當事人 對於這個裁判的結果 更能夠去接受它 那去減少上訴的機率 減少突襲性裁判的可能 要透過針點整理後所形成的針點 再讓法院做成判決書 讓這個判決結果 當事人能夠接受自願的行程 判決所產生出來的法規範 所以 目的其實是希望減少上訴率啦 希望減少紛爭不斷的去提起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的意涵 但這目前在我們的操作 至少以我的經驗來講 這個是一個理想 目前實務還是沒有辦法 達到這種結果 你第一審整點 即便整理得非常詳盡 當事人還是會找各種理由 百般來上訴 尤其是說 當事人為了實現權利 怎麼可能會放棄一個救濟的機會呢 對不對 所以姑且不論 這個理想到底 適不適合 但目前我們中華民國的法院 就是採取這一套制度 在進行審判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 好 所以我們了解了 真點整理的一個基本思想之後 就要解釋一下